國際消息來看美國金泉校園槍擊案 就是密蘇里州聖洛義是一所高中 當地時間10月24號 校友持長槍掃射跟警方交火 最後是被擊斃 包含槍手在內三個人死亡 六個人受傷 那這是一個年紀大約20歲的男子 受持長槍闖進了美國密蘇里州的聖洛義高中校園 朝人群開槍 造成一個成年女性跟一個女學生當場死亡 那另外還有六個人受到槍傷 被彈片割傷 警方在獲報後到場跟槍手交火之後 把槍手擊斃 警方同時也找到槍手的車輛 還在厘清他的身份跟行凶動機